KING KING就是市場焦點之一 3.16就是東方海外 上個星期五公佈了中期順利就岸年升一倍 中期式連同特別式派6美元 星期五就是中午公佈業績 收市的時候就升了6% 你覺得一個這麼慷慨的派息 這支股份值不值得買呢? 其實就沽寒了 公司之前試過派到100%的派息比率 所以現在說派息比率去到70% 你就可能會覺得慷慨 但是炒那班人就未必這麼想 所以出完業績之後 都是說彈花一煙短線在低位上反彈 甚至說如果你連五十天線 240元都升不穿的時候 你沒理由這些位置才出售 甚至其實上個星期一 你看到東方海外突然股價急跌下來 其實當時我印象是匯證 有不少的大行報告 都是說整個航運業 有一個見頂的訊號出來了 什麼是CCFI? 就是上海的出口集裝商運價指數 有一個高位回落的狀況在這裡 如果論整體回落的幅度上 也不算是很深的 整體現階段剛剛穿三千 剛剛看回8月19日出的2993 按週跌3%左右 但問題就是全部航線 都開始有平均3%的回調在這裡 而在上星期8月12日出的數據上 其實跌幅是比較明顯的 指數上面固然是跌得多 特別有些部分我印象是一些 東南亞航線 當時我記得是按週 跌了一成左右 所以整個航運業見頂的訊號 就出來了 你無端端業績之後才炒 就會有這個道理 業績就在反映之前的事 之前 現在說的航運業見頂 見頂意味著什麼 之前做得好 你看業績去追 當然可以了 但問題就是股價 如果你看到短線的時候 這些位置你會吃了一個很大的跌浪 所以我覺得 經常都說要分清楚自己做中長線 還是短線部署 有些人會想中長線來講 航運股現代段的股值也算合理 對你派息都慷慨 拿來收息 可能有差不多接近20厘 甚至30厘的股息率 是的,沒錯的 但你要記住股息 是股價扣出來的 如果行業見頂 未來的PE 預測市場率不斷地下跌 現在你看就兩、三倍PE 三年後 其實現在說的 預測市場率應有十幾倍PE 如果經濟下行的壓力 比商業中大的時候 預測市場率不斷下跌 那你就會賺息虧價 所以中長線來講 就沒有理由這些位置 才出手買行為股 整個週期這麼強勁的時候 你不買 現在整個週期結束的時候 你才說中長線 這些真的輸錢是理所當然的 那短炒的話 上個月拜託說的 200元做指示 這些位置可以賣的 所以我覺得暫時說 316真的不會去想的 發生好不好 全 使用 別